再過幾天 暗黑暗海神2即將上市 大家的手 我想按捺不住了齁 剩下短短的幾天 如果想買舊版先行體驗 時間也是不夠了 哈囉,我是SKY 前陣子我自己有買了 暗黑暗海神2的舊版序號 稍微摸索一下再破關 讓自己知道暗黑2前期 有哪些新手該注意到的事情 花了不少時間爬門去了解 今天都會彙整一些要點 統寫出來給大家 那麼你要是老玩家 覺得這些根本就不重要 直接衝到底打到完的話 今天的影片可能就不太適合你 畢竟我只是希望 先給岡路坑不知道自己 該做什麼的玩家一個方向 就想說 做這一片分享出來 這樣在前期就不會這麼累 稍微縮短你爬門的時間 首先,選人物的時候 你應該就會遇到難題 想說自己要玩什麼樣的職業 在我這幾天玩下來的感覺 每種職業沒有偏強 也沒有偏弱的 一種職業都可以玩 很多種不同的流派 可以讓自己變得清怪比較快的 或者是單打比較強的 都有 我覺得以你一看到最直觀喜歡的職業 去玩什麼就好了 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話 比較偏熱門就是 亞馬遜、法師、死靈法師 聖騎士、刺客這五個會比較多人選 狂戰勝跟德武一樣 不是手長的不好 只是在前期會比較難拓荒 你在什麼基礎都不知道 抑或是裝備該怎麼樣挑選 會變成堆屍就會成為你最快成長的途徑 當然這對我來說 可能會是每一款遊戲都適用的理論 可是為了避免大家陣痛期拉長太多 就會建議選上述的五種職業會比較好 那在前期做比較的話 我自己會先玩 法師當中是這次主要拓荒的職業 因為其實 在玩舊版到最後 我認為法師是最能夠 在地圖上快速走跳的一個職業 用兩個不同的職業 聖騎士跟法師一近戰一遠程 來為大家分享一下 這陣子玩下來的感想 只要你有玩過這遊戲 就會知道暗黑二次 有可能開個門 一充一就會死的遊戲 普通真的不好說 但地獄是有可能的 會這麼說就是因為遊戲裡面 大多數的任務地圖 地下墓穴都是用很多的間隔去製成的 要探索到最下層的樓梯 新的怪物就會很多 相對時間就會花得越長 那麼到了後期 應該會有朋友 或者是跟你組隊的好友 跟你說下樓的樓梯 是在哪裡 而那個人大部分都會是法師 因為他會傳送 所以效率上探圖的速度 是很快的 雖然很消耗魔力 但是藥水的錢 真的不是太大的重點 隨隨便便打幾隻怪 就噴了一堆 甚至你花點錢就可以馬上買到了 錢也會在後期賺得越來越快 那麼反過來說 今天如果你是聖騎士 或者是其他無法傳送的職業 為了追求探圖快速 想要趕緊找到出口 或者是趕緊破這張圖 打到每一層 或者是每一個間隔 會因為要打太多怪 就想說有沒有讓自己 跟法師一樣的傳送技能 那麼我會很明確的跟你說 有 在差不多中期的商人就有賣了 只是價錢也不是很便宜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會是用次數來判斷說 你可以使用幾次 你只要使用到沒了 那個修復的錢 真的是會貴到爆炸 金錢很快就會被消耗殆盡了 所以在這兩者的落差之下 一個是天生就有傳送 一個是需要額外武器 讓自己有傳送 這兩者的區別 我會比較想要選法師 而選好職業之後 接下來就會遇到的煩惱 就是裝備跟武器了 排除掉你是老手的可能 我會蠻建議打到高塔的女伯傑 在這裡滯留 刷一下怪物 升級到十幾等 賺錢 刷符文 刷破碎寶石 會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你先刷符文 另一個就是賣掉一些 不必要的東西賺錢 再購買你需求的裝備或武器 假設今天是死靈法師好了 賺到大約三萬左右 你就可以在初始的村招 買一把相對應的法杖 武器要挑選 大多數都是會應對自己的技能 這對傷害的增強 也是會最高的 像是死靈法師如果是召喚流 那麼你就會需要有 骷髏蘇醒 傷害加深之類的技能 如果是電法的話 或許就會需要充能彈加強的技能 就看你的職業來做決定 而在過去情或是任務的期間 沒有打到所謂的 很強的暗精武器 裝備又是屬於自己可以用的話 就會建議跟洽西買幾件 有動的裝備 塞上自己消耗比較高的黏力值 像是塞一些體力 或者是增加魔力的破碎寶石 都是不錯的選擇 畢竟你看網絡上 大家都說穿符文組裝備就好了 但實際玩的時候 會發現要組一些符文組 也是需要到某個等級才可以裝上 以普通難度最好合成的頭盔天底 就必須要在13等才可以使用 那所謂的符文組 就是當你裝備有1到多個動數 分別用這些符文 按照順序插上去叫做符文組 像天底就是裝上 娜夫跟特爾兩個符文 沒有照順序的話 不但數值不會變 還會浪費你辛苦打到的符文 整件就會變成垃圾 也沒辦法拔出來 成功之後 上方就會顯示名稱 然後就會有額外的加成 像是防禦強化 擊殺可以取得 額外的精密取得 或是魔影斗篷等技能給你用 魔影斗篷就是可以當作是 額外增加的技能 拿來減傷用的 次數消耗之後拿去修復又會變滿 就是要消耗一點金錢而已 打一些你覺得傷害比較偏高的怪物 抵擋是蠻實用的 另外幾個新手蠻實用的符文組 還有隱密 他最主要的功能是在於 增加跑速 畢竟你到第三章的時候 地圖超級大 沒有一個增加跑速的裝備 相對在跑圖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算是非常非常實用的裝備 而武器方面 要是火法就會組葉子 增強一些火焰相關的技能 近戰類型就是組鋼鐵來增加近戰的傷害 因為隱密的傭兵換成長槍的時候 還可以幫他組成怨恨 他會戳得又強又快 你要是有盾牌的聖騎士 我就會蠻推進你合成 古戰人的誓約 把抗性整個拉起來 畢竟暗黑這個遊戲 防禦不會是太大的重點 抗性才會是最重要的 有抗性減傷才會更高 那這些組合的條件 要有相對應動術的裝備跟武器 還有符文才可以合成 這些可以在網路的異牙區可以查到 我會把它放在諮詢欄位給大家方便查詢 那麼 有洞的裝備跟武器又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當你在打劇情跟推任務推圖的時候 打怪就會掉了 只是因為它是灰色的 會讓你感覺不太急 鳥鳥的 想說顏色這麼暗應該是垃圾 事實上有些人你撿起來 會看到這件裝備身上有1-3個洞 可以擦剛剛講的破碎寶石 或者是前面提到的符文組 另一個取得方式可以去相對應的商人買 像是初始營地就是恰希跟阿卡拉 就會有賣裝備跟武器 只是你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當你去找這些商人 裡面的商品不一定會是自己想要的 我會建議可以善用一個小撇步就是 用傳送證傳到別張地圖 再傳回來的方式 商店會因為換圖而刷希 這樣就可以買到你想要的武器 或者是裝備了 前面買武器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刷 會比較有效率一點 只是這邊要提醒一下 剛剛前面講的破碎寶石 跟符文組還有一個要注意到的細節是 這些小東西也是會有不少人說 要把他們留下在倉庫裡面 到時候你會用到等等的 玩過的老玩家會這麼說 是因為前面講到的符文 他們是有階級的 從一到最高 分別是用不同的符質升起來 這個期間如果你要用到 某一些比較難取得的符文組 就必須要到更高階級才可以打到 像是你普通破關一輪 到了惡夢甚至是地獄模式 才會刷到的那一種 你就可以善用低階符文 跟寶石的合成 進階到下一個階段 所以這樣子就會想到說 要不要把破碎寶石塞在倉庫裡面 這件事情了 舊版會選擇不塞 是因為倉庫太小了 只會放幾個而已 並不會全部都留 而在測試重製版之後 他的倉庫變得超大超寬的 這種感覺就好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以前倉庫就很像是一個小套房 裡面只有床、電視、洗手台 然後再塞上一個廁所 就已經爆滿了那種 超級無敵小到極致的小套房 一個重製版 瞬間變成總統套房 看著電視都要走個兩三步的感覺 不但有自己的倉庫 還可以跟角色共享裝備的倉庫 要放多少在裡面 都沒有問題 喔對了 打完文案才想到 破碎的寶石 還有一個用處就是 當你到第三章節的村長 身上也很缺錢的話 可以善用村長來賣一些 比較貴的武器 這是系統設定的機制 拿來善用很不錯 像是你可以回第一個營地 買藍色的武器 然後再用第二章節 可以合成的盒子 把武器跟寶石合成 再拿去第三章節賣 會有大量的金錢 這個設定是說 每個章節能夠賣給商人的金錢 都不太一樣 第一章節最多是5000 第二章節最多是10000 第三章節最多是10000 所以就可以善用這個 第一章節有耗武器 再拿到第三章賣 當一陣子的肩上 馬上就可以加彩萬冠了 那如果說 今天你不想要組符文組 也不想要留洞洞的裝備 就想要隨便穿 隨便藏 可不可以? 當然是可以啊 在暗黑2也有只穿一條腰帶 就直接打到破關的 死靈法師就可以做到 因為如果是玩召喚流 他只要在後面吃泡麵 吃餅乾 讓自己的骷髏打就好了 自己身上的裝備 並不會讓召喚生物變強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也能夠知道的是說 除了武器挑選 技能提升會增加傷害以外 還要知道 裝備可以保留 對自己放出最大的 防禦方面 主要是抗性跟增加跑速 攻擊式最大小傷害 高速施法 還有增加打保率等等的 這些會是我自己 如果有看到會拿來穿的 次要就是加一些力量 敏捷精力等能力 就當作過渡裝 也不錯 其他技能跟飾品的能力 必須要靠今天來判斷 我也沒辦法一一舉例出來 跟你講 誰要誰不要資料得有點龐大 有知道的老手可以補充 或者是正式版到我直播 應該也是可以回答 而腰帶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他會依據章節不同 越推後面 腰帶能夠帶的水量也會越來越多 因為一開始你只能把水放在身上 熱鍵按一下 那個水就沒了 你還要把它給補上去 如果要少搞這些補充 腰帶就穿起來 就會多一層給你放 前期如果沒有撿到腰帶 打完也有錢 可以找商人買一條 對你來說幫助會很高的 還有一點是 大多數的裝備 打到之後都不需要做 鑑定這件事情 如果你直接賣掉的話 那個價錢 有時候會因為鑑定後填差地緣 所以裝備的能力 記得要先鑑定 看過之後再決定 要給自己另一隻角色 或者就直接賣掉了 到時候就會變成 買這兩本書 一本是回家捲軸 一本是鑑定捲軸 如果你都不買的話 也是可以生存 但是就會變成 你身上會有很多的 迴捲跟鑑定捲軸 這樣水就會沒有地方放 那麼大概上 裝備可以這樣去了解就好了 接下來就是能力值要怎麼點 我在一開始玩法師的時候 都會想說 法師就是要點精力 要不然就點啥 後來觀眾提醒我才知道 精力是跟我們所知道的 提升魔力傷害量表 是不一樣的 暗黑2的機制是 當你拿到想要的裝備 會看到他身上限制的力量 跟敏捷要多少點 你再把自身的點數 點在相對應的數字 其實就可以了 預先點也是沒有問題 其他的點數 全部灌在體力身上 讓自己有更持久的耐力 跟體力上限 耐力其實就是拿來跑步的 沒怎麼點的話 很常會跑一跑就沒力了 所以在打怪的途中 有精力藥水 就把他撿起來放在身上 要跑長程快沒耐力 之後喝下去 跑速才會比較持久 不要跑一跑沒力 不止久還要看醫生 還有可能被你組隊的小女生笑吼 如果你是近戰 或者是任何需要準確的 極點敏捷是必要的 要不然你會一直揮一空 狂一點力量 不會是最正確的 而假設你是法師 前期也點到極點精力 其實也沒有關係 也會是增加續航力的一種 效用比較低了一點而已 而且不要太早把初始營地 給的重製可以用掉 後期等級高 惡夢或是地獄難度 再用會比較好 最後順便講一下 原版跟重製版有什麼差別 其實簡單講就是 真的差別不大 只有畫質翻新 音效提升 還有弓箭手作為證明遊翔 跟能力值可以檢視總量 金幣會自動檢取 功能可以顯示限時時間 攻擊還有未命中提示 重製版把動畫整個重做 這些都是重製版有改變的 其他的系統傷害跟武器那些 都跟原版的沒什麼兩樣 或許後面才有差 這一點這版才會知道 介面方面 維持原有的樣子 變得比較乾淨漂亮 那最近看到有人發表說 這次的暗A2 就是完全丟給老玩家去玩情懷的 這一點我實在是超級不同意了 那我這個人 到底為啥會去玩 對吧 看過直播就知道 我就是當死雷玩 要推出重製版 才想到有這款遊戲 我還超前部署玩的舊版 才知道這麼好玩 不過講真的 這一點還是等我體驗完 正式的重製版之後 再分享給大家 值不值得買 有時候想法會因為一玩 或者是一晚上 就改變也不一定 那大致上 我的暗A4X2 這陣子玩下來的 新手入門 也就分享到這邊 我相信對你透荒荒普通模式 會有一定的幫助 當然一週末打完才是開始 應該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如果你要更專業 甚至是一種職業 從頭打到尾的影片 可以參考 豆奶這個創作者 他的影片都是根據 職業還有各種不同的技能點法 去單人拓荒到尾 我自己覺得是蠻不錯的 各位可以看一看 那我是比較建議大家 多人組隊會快蠻多的 一方面清怪會比較快 一方面還可以聯繫感情 也還不錯 我推薦大家到我的Discord 裡面有不少的遊戲 愛破壞神2 也是其中一個群組 人數是快到達16000左右 找隊友問問題 都是一個方便的地方 我也會把連結放在置頂 提供給大家 要加入就不要忘記喔 那感謝各位 那你先看到這裡後 我是SKY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掰掰